男人过了50岁,这三个部位越小,对身体就会越好 首先就是腰围 随着年龄的增长,男性的睡眠质量会变差 加上高脂肪的摄入,阻碍运动等等的原因 绝大部分男性就会发福,经常出现大家常说的啤酒肚 那只有肚子胖,其他部位都很瘦 其实也是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的 其次就是脖子 脖子不仅有很多的血管,而且还存在着很重要的免疫组织等等 承担了很多身体的活动 那男人想要健康的话,一定要保持脖子又小又细 那最后是男人的前列线 对于男人来说,他的重要不言而喻 不仅能影响到排泄,而且对生育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因此在平时的生活当中,也要注意这个部位的健康 不仅要注意,还要及时的清洁 还要关注他的变化 一旦无故出现增大的情况,那就要注意了 可能你的健康出现问题了 以上三种情况,男人一定要保持小的状态 这样才会有好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